咱松的时候 这个腿是使劲的 所以说它是轻 它是重 哈老师 这个双重和双尘是什么区别 他那个意思呢 可能他讲的是什么双重是病 就是这块马步似的 他觉得是病 比方说哈 没分阴阳 然后这个双尘呢 他觉得六亿中间是 我是松尘员或者战 这不是病 其实呢 这都是错误的 咱们的理解是错误的 因为他不管是双重也好 这个双尘也好 他只要不分阴阳 他都是病 太极拳练的就是阴阳 你看 咱如果一接手 你根据自己的理解 我在这个地方使劲 这就是双重 对 对不对 因为你腿也使得劲 但是你看 如果咱画圈引进 咱往外引它的时候 咱松的时候 你看 这个腿是使劲的 所以说它是轻 它是重 这样就是符合阴阳 加微信 庞恒国拼音 学习庞恒国老师课程 如果这个就是在前面 那肯定就是双重 所以说你双轻 人家也把你拽走了 所以说呢 不管是双重 还是双轻 只要不符合 阴阳虚实的 你都是错的 所以说大家呢 不要被这个 不管是双重也好 还是双尘也好 给迷惑了 一定要讲究阴阳 一定要把虚实弄明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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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